剛才你說你用了消費券 有人想問消費券概念 米斯想問現在派消費券 怎麼看零售股有沒有推介 沒有 雖然我自己有用 我想大家都有用 但其實沒有錯 你近期見到街上很多人 甚至昨天更加明顯 第一天好像放假 我們全部都是放假 沒錯 街上很多人 但我覺得對零售股來說 有沒有幫助 一方面我覺得可能短期的炒作會有 但始終這堆股份 因為始終會擔心過完這一波 有沒有下一波 或者有沒有繼續反覆的可能性 甚至乎你用完這堆消費券 用完這五千元之後 那是不是又會剩下一段時間呢 反正似乎很難有一個很長期的持續 雖然你說選擇這些股份 可能會比較短期性一點 但太過長線就未必太建議 如果你說看法相對好一點的 可能只是1997 其實過去都有說過 因為本身它做一些高端商場會多一點 理論走勢其實近期都相對算穩 但只不過是否一些大升的格局呢 如果你說要考慮的 我覺得向下50天線很關鍵 如果跌穿50天線 我想考慮先行走一走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們都會寫到 希望往下50日 好多多幾個小時 請問你 請問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